齿汁蒸粉肠是广东的一道家常菜 那粉肠要怎么洗呢 上次做的白茄粉肠很多人说不洗不敢吃 那我今天就放一个蒜瓣进去通一下吧 其实里面挺干净的 通出来这些粉我都觉得这个粉肠都没有灵魂了 粉肠加一勺的盐和一勺的面粉 油搓一下 再用流动的清水将它反复的清洗干净 锅中的水开转小火加入料酒 把粉肠放进去烫一分钟 再来准备多一些的蒜蓉还有少许的葱姜 豆豉呢一半是剁碎的一半是成科的 还有少许的青红椒粒和葱花 操过水的粉肠改刀切断 加少许的盐和淀粉搅拌均匀 再来少许的花生油 同样是搅拌均匀放在一边备用 另起锅把姜葱蒜末 还有豆豉放进去炒出豆豉的香味 炒好的蒜蓉豆豉把它放在粉肠上 放少许的蚝油生抽一小勺的糖提鲜 青红辣椒粒也把它放进来搅拌均匀 我现在把粉肠转到另外一个碟中把它平铺好 水开上锅大火蒸四分钟 一定要算好时间哦四分钟 太久就老了搅不动的 看此次蒸粉肠做好啦